週三晚間王維中迎來 本季第十場先發 客廠將面對韓華英 一局上半 王維中還沒有投出半顆籌 恐龍打線面對韓籍 現役滲頭王裴英珠 馬上靠著朴銘宇的 首局手球全雷打 先持得點 這應該是手球全雷打 裴英珠該不會以為 還在熱身練頭吧 隨後第三棒李遠載 再補上一隻右外野方向全雷打 分析恐龍二比零領先 右外手 對 又放棄了 又是一隻拳雷打 哇 今天NC恐龍的前三棒左打者 居然就敲出了兩隻拳雷打 有著兩分的援助 一局下王維中投得輕鬆 這顆球讓鄭恩元揮棒落空 吞下老K 第一局賞給韓華英三上三下 不過第二局開始 王維中遭遇危機 先是讓洋將hold in內安打上壘 本地球一連手出來處理 拋給王維中 王維中 哎唷 王維中這個球 一連手判停 接著五棒李信烈打出投手前滾地球 眼看王維中就要側動雙殺 沒想到傳王二壘卻傳偏了 雙殺不成含華英死裡逃生 下棒合周席擺出短打 沒想到這個時候 王維中傳王一壘再度發聲爆傳 讓二壘上的跑者回來得分 這個球 哎呀要傳遍了 跑者要繼續向前推進 吼穎回來得分 連續的安打加上單局三個手臂失誤 讓王維中這個半局一口氣掉了八分 八比二落後的NC恐龍三局打完 將王維中換下 這場比賽王維中用了63球 主投三局被拆出八支安打掉八分 雖然只有三分是四則分 但依舊是加入韓芷以來最慘烈的一次先發 防禦力上升到2.9 即便韓芷以先發投手裴英珠 四局上被羅成範打出單場第三支拳雷打 向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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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顆出擊喔 這是今天裴英珠被打的第三轟 敲出拳雷打的 則是NC恐龍隊的第四棒羅成範 但不影響比賽戰局 中場韓芷以就以10比4擊敗NC恐龍 拿下三連勝 王維中則是苦吞賽季第三敗 中場韓芷以就以10比4擊敗